噢 耳鸣呐 噢 耳鸣呐 天上 感觉天上要好 有一些散在的鸟在飞 散在的鸟在飞 突然几根光线射过来的时候 每个光线射过来的鸟自动了身体 然后那个鸟连同那个光线一起掉下来 这个光线就像一根长条的棒棒似的 或者是像个箭一样的 一下子跟着它一起掉下来 掉下来的时候还有一个亮光 那种光线穿过来的那个鸟 然后那个鸟掉到地上以后 迫腾还趴着翅膀发出的声音了 发出的声音了 本来这个光线射到我们这个 射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 是送能量过来的 哪知道我们这个地球上 由于核物质的存在 它发出那种不协调的工程步 把那个从位置射过来的光线的能量 就提前消耗掉了 提前消耗掉了以后 把穿过鸟的时候 不但没有给鸟送到能量 或者跟地球上其他地方送到能量 反而像一个箭一样的 刺中了鸟 连鸟带棒 再跟棒棒一起掉下来了 这个导致了鸟起不来了 光线也没有其他作用 这个这颗物质就是核物质 现在情况 如果核物质不存在的话 那么这个光线射过来 到地球上 就会把能量送到地球上来 而且是 穿过鸟 快速穿过鸟 也不会把鸟增下来 穿过鸟的时候 能量就送给它了 鸟变得更有力量 现在的问题有来核物质以后 不但射过来的时候 鸟掉地了 鸟起不来了 连续这根光线也掉下来了 也就没能量了 而且这个鸟基本上是 再起不来了 发生这么糟糕的事情 这么糟糕的事情 这个鸟啊 真的死不云末 死不云末 所以它的翅膀一直在拍啊 一直在拍啊 一直在拍啊 拍拍拍拍拍 然后我这杯鸟 我这杯耳朵 里面有产生的耳鸟啊 名声像是鸟的那个 翅膀在拍出来的声音 哦 原来 还是那个 外衣就是送能量过来的 光线 被地下核物质破坏掉了 被地下核物质破坏掉了 然后呢 不但没起到核物质破坏掉了 反而起到负质破坏掉了 所以现在 要担务自己啊 要把地下核物质破坏掉了 另外一个 赶紧把那个 送过来的那个光线 已经被消耗的那个 能量的 消耗叫 能量的那个光线把它收回去 收回去 从鸟身上拔出来 收回去 然后拔出来一刻 然后 休息了一下 休息了一下一刻 然后身体的恢复了一下 又飞起来了 为了长久 永久的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要把地下核物质 把它解决掉 这阶段怎么送 能量过来呢 只能把那个光线 包在那个天盒里边 来防止 被核物质破坏掉 我记得 那是个 你看 我怎么记个例子 我怎么能表达清楚 就是以前嘛 你看那个动物园里边 你看那个动物园里边 首先说核物质 怎么保持呢 是站在天盒里边的 是站在天盒里边的 现在我们地球上 到处都有核物质 尤其是1940年核爆炸的时候 出来的核物质 或者污染物质的 地球上到处有 这样的情况 就要为了防止 防止 就是核物质 把那个外里边送来的光线 破坏掉 倒过出来 把光线长在天盒里边了 而又想 把那个核物质 长在天盒里边 不太好搞了 因为满世界都是 满世界都是 你看那个动物园里 原来是那个动物 灌在笼子里边 游客 游客在游览 在看 看那些动物 我记得深圳野色动物园 经过那老虎 什么狮子 那种企业的 他们是散放的 是散放的 任意这个 游客灌在那个汽车里了 汽车开过去 不愿意开门了 反过来了 然后 我记得我高中的一个同学 到深圳 来看我的时候 一看 深圳到处长了那个 防盗网 他说那句话 他把人关在笼子里边 小偷满街跑 反过来了 这应该说明白了吧 反过来了 所以这个源头 还是要把那个 盒子把它清掉 把盒子清掉以后 这个世界 包括我们这个地球 才能恢复正常 是这么一回事 好 是这么一回事 应该说明白了 好 再见